看看新闻网 连导演都见不到 直接在副导演或制片那就给打了 然后还有一些 导演和演员之间的一些交易 我听了我也不太敢相信 但是确实是有这样的事情 宋礼潜规则私下交易 这些娱乐圈的玩具早已存在 对于眼镜里揉不得沙子的孙宏来说 不说出来实在会影响心情 他在戏中是对一个变态的杀手 用塑料的那种薄膜 算是什么保鲜油 把嘴给缠上了几圈 其实在其中是差点死了 当时规定就是说 导演跟高业的一个女孩说 导演你要是忍不住了 传不上气来了 你就拍一拍地 我们就知道你忍不住了 我马上给你拆了 结果实拍的时候 这个女孩是特别静电 实拍的时候 他忘了 他一紧张不给忘了 他一快拼不住的时候 他才能做表 他想让导演多拍一份 结果他就变成小事业了 但是大家谁也能知道的 因为规定的是手暗号 他嘴已经产生不能讲话 已经不能呼吸了 可能大家哭到两分钟 张宝 这女孩差点憋死 他叫高业 但是这个海报上 有他的名字 我向投资方提出问题 为什么没有他的问题 作为一个年轻人 他付出了他的努力 很明显 孙宏雷的这个抱不平气作用了 因为在这部电影之后的宣传中 这位名叫高业的女演员 确实出现了 入行十几年 孙宏雷什么没见过 什么不敢说 但也正是因为这样直爽的个性 也让他吃足了亏 2008年 孙宏雷在为影片美兰芳宣传时 就抛轰国内个别女演员素质低下 为谋角色不择手段 但因为部分媒体的事实报道 就变成了孙宏雷炮轰 美帝大部分女演员素质低下 一时间对于孙宏雷的套伐声此起彼伏 我是看了以后 我就我自己去厨房喝了二两 然后我说 我说这什么情况 我说的是极个别 你想想这多可怕 有的媒体个别媒体 极个别的媒体 我要说清楚 故意误解我说话的意思 挑起是非 挑起战争 我再二 我也不可能去把所有中国女演员 一网打进去 好在孙宏雷够霸气 这点小挫折 在他这完全就可以忽略了 如今的娱乐圈 干说真话的人真是不多了 像孙宏雷这样勇于将不正之风 攻之于众的人 更是相当稀缺了 所以小编也希望 孙宏雷能够把监督娱乐圈的职责 继续下去 娱乐新年地 力挺孙宏雷 综合报道